29日12时40分,MU2122次航班安全抵达宁夏银川河东机场,回族女孩金雅南在父亲的陪伴下走下飞机,略显疲惫。 此时,距离她为一名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刚刚过去一天。 这个24岁的女孩是宁夏第13例,大陆第4536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也是宁夏首例90后女性回族捐献者。 金雅南是宁夏贺兰县第二小学的一名数学教师,2009年,在宁夏医科大学读大一的她和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宁夏红十字会造血干细胞采集活动,成为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中的一员。 今年7月,金雅南正忙着批改学生期末试卷,接到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宁夏分库的电话,通知她与一名白血病患者初配相合。 经过高分辨配型相合,全面体检后,中华骨髓库咨询专家认为,金雅南符合捐献条件。 10月23日,金雅南在父亲及宁夏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抵达北京,并于次日起连续4天注射提高细胞活跃度的动员剂。 造血干细胞移植是治疗白血病、再生诈碍性贫血等疾病的主要治疗方式之一。 成年人体内造血干细胞总量为3000克左右,捐献者只需捐献200毫升左右的造血干细胞混玄液。 其中含造血干细胞食客,就可为患者重建造血和免疫功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